原本是要拿来雾化池水 让虾子比较容易上钩的起云剂 现在听说也遭到了塑化剂毒化了 新北市政府就特地抽查 疑似含有问题起云剂的三家吊虾场 不过老板都否认 塑化剂风暴越演越烈 连吊虾场也被牵连 新北市农业局锁定疑似含有问题起云剂的三家吊虾场 包括土城、快乐城、新河和树林风源展开塑化剂击茶 但三家吊虾场老板都否认使用起云剂 吊虾场用土粉取代起云剂 一样有雾化池水的效果 但也抽样交给卫生局进一步调查 那刚刚老板也拿出那个SGS的检验单 他们虾子是自己检验合格 那我们会持续的在虾场这边跟老板做一个访查 树化剂的部分是没有使用的 钓很久了 然后吃也没什么感觉 就蛮好吃的 即使树化剂风暴疑似蔓延到了钓虾场 但周末假日仍有不少钓客光顾 生意几乎不受影响 目前虽然虾子经过检验没有异常 但对上游厂商仍要继续侦查 才能让消费者安心